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发生的伊特文事件 目前为止已有153名遇难 132名受伤 警方收到的失踪报告也高达4000多件 而除了韩国人之外 也有14个国家的26名外国人遇难 曾经参加过PREDUCE系列的 伊金安遇难等 整个事件给韩国人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而今天 医书们与媒体的采访内容 以及在网上的发文 更是弄哭了整个韩网 我从10点开始就打电话了 但是发生了这种事 他也一直不接电话 平常打一两次电话的话就会接的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要怎么办呢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在哪里 妈妈要疯了 女儿 拜托 女儿 在哪里 在哪里 拜托 昨天下午5点就发讯息说一起吃饭 他说他在伊特文有约朋友 小女儿怎么不接电话 快点通话吧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伊特文 爸爸在伊特文饭店附近了 发给女儿的讯息旁 仍然显示着E 韩国的Kakoto 如果对方确认讯息的话 这个E就会消失 我就只能这样等了 只是想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这位父亲的女儿 最终也在遇难者名单上了 因为是我的生日 女儿给我跟孩子妈预约了高级餐厅 我跟老婆去吃了一顿美食 但是一整个晚上都联络不上女儿 怎么能发生这种事 当天女儿生前发送给爸爸的最后一个讯息是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养育 以后会一点一点慢慢报答的 大家好 我是伊特文死伤者的妹妹 在整理姐姐随身物品的时候 发现到有一件New Balance的上衣 好像是有人帮助了姐姐 所以父母亲想要找这一位 姐姐当天穿了黑色的连衣裙 跟白色的衬衫 在心脏停止的状态下乘坐了救护车 在移送的过程中有开始呼吸 目前在加护病房 仍然是没有意识的状态 姐姐的上衣因为CPR都被撕开了 所以应该是有人将自己的衣服 套在姐姐的身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位给姐姐做的CPR 父母亲想要感谢那位 所以就这样发文了 在地狱般的等待后 接到儿子电话的母亲 但是没多久也探作后流泪了 然后有一对即将要结婚的情侣的采访 也让网友们都心碎了 根据采访内容 明年5月要与男朋友结婚的金某 与男朋友去以天文办事而遭到的事故 男朋友想尽办法的要保护金某 但两个人都被涌入的人潮倒下了 在收到其他人CPR后醒来的男友 看到金某没有意识 就赶紧亲自进行了一个多钟头的CPR 但是金某终究没有醒过来 我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 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抱负就是 来世以他孩子的身份出生 却比他先离开这个世界 父母离世的话会埋在土里 子女离世的话会埋在心里 这次的遇难者大部分都是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父母亲的痛苦 真的不是可以怎么形容的 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人祸了 这次的遇难者大部分都会发生了